本回的馬面人 劇場 歡迎收看本回的馬面人劇場 這集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電子骨的參數設定 主要針對的呢 除了TD25K TD17K之外呢 還包括了TM-2這台音源機 為了讓你的電子骨在運作時 能夠更加接近真實與正常 要先從你的板子和主機的鞋條下手 首先呢 先從電子骨主機 找到一個叫PathSetting的選項 在這個選項當中呢 會有一些的PathType設定 再來呢 我就要結束六樣 我較常處理的選項 跟各位介紹這些東西是幹嘛用的 各位朋友別睡著啦 它真的有那麼一點複雜 我還想說 從學校畢業後 就不用再念書了 想不到出了歲後 書念的畢業前還多 第一個 靈敏度 主要在調整打機板的靈敏度 若將參數調整得越高 靈敏度就越高 儘管你只要輕輕的碰到 也會發出較大的音量 而靈敏度越低呢 則相反 就算再怎麼用力打 也只會發出較小的音量 第二個 門檻 這個功能可以設定打機板的最小靈敏度 讓實驗訊號僅在打機板超過特定力道時做接收 可以避免其他打機板的震動造成的發生 第三種 曲線 這個選項可以針對你的打機板做演奏風格的力度反應設定 裡面的選項有 A. Liner 標準的設定 將在演奏力度和音量變化之間產生最自然的對應 B. EXP-1 EXP-2 相較於Liner 強的演奏力度將產生較大的改變 C. ROG-1 ROG-2 相較於Liner 在輕的演奏下力度將產生較大的改變 D. SP-Line 回應演奏力度將產生極端的變化 1. ROG-1 ROG-2 非常小的力度反應更容易保持強的音量等級 如果是使用外接的Trigger過來鼓上 且需要持續快速演奏的話 這個設定選項可以讓聲音更穩定一些 4. 掃描時間 這個選項可以設定訊號的偵測時間 由於訊號波形的反應時間 可能因為各款打機板的特質而有些不同 會造成在相同的打擊力道 卻產生不同的音量 這時便可使用此設定 來讓每次的打擊得到更精準的偵測 官方說明書表示的調整方式 以一致的力量反覆的敲擊打擊板的同時 從零開始逐漸提高掃描時間的設定值 直到音量能穩定保持在最強的等級 在設定時呢 同時嘗試輕柔和用力的敲擊 確保音量能恰當的改變 5. 遮罩時間 這個選項呢 主要在防止雙重石鷹 有時在踩大五踏板時 會出現骨槌因敲擊震動而產生的反彈 因而變成敲擊兩次骨面 只踩一下卻發出兩個聲音的狀況 而這個選項呢 可以改善這個狀況 它可以設定敲擊時間的區隔 並在此區的區隔內略顧 除了第一下敲擊以外的所有訊號 調整時需讓骨槌回彈 並快速地敲擊骨面 接著提高本選項的設定值 直到不會因為骨槌的反彈造成多餘的發聲為止 第六個 重新取消 這個選項在偵測食音序號的衰減 這是使用傳統古食音器的重要設定 這類食音器呢 會產生的變動波形 可能會導致圖片的A點不慎發出聲音來 使狀況尤其發生在波形衰減的邊際 而這個選項呢 在偵測此類的失真 便避免發生重複的失音 反覆敲擊打擊板同時呢 提高這個選項的設定值 直到不再發生重複的失音 雖然設定為較高值可避免重複失音 但是呢 也容易造成在快速打擊 例如輪骨的時候呢 有些聲音被掠過 盡可能設定為 在能確保不重複失音下的最低值 我自己的電子鼓呢 是Loland的TD-1DMK 所以在參數選擇上沒有那麼龐大的設定 但因為樂壇表演的關係 我會使用Loland的TM-2這台遠遠機 而我所使用的Trigger 是Loland的RT-10K這款大骨Trigger 它是偵測大骨的震動反應 作為訊號觸法 所以 若當天舞台上的大骨皮有狀況 我的因緣機也必須跟著改變設定 再來呢 若當天舞台上的骨組 是通後插入大骨內的話 那麼 掃描時間與遮照時間 這兩樣設定的技巧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當你在打擊同痛時 大有可能會因為價值的共振而造成Trigger的觸法 如果要完全避免這個問題 在Trigger的選擇上 可以選擇像Foot Blast這種 裝在踏板上的Trigger 它可以完全避免上述的狀況 以上 感謝你收看本回需要動動腦筋 跟嘗試的馬面人劇場 希望今天的解說有幫助到你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別忘了訂閱按讚跟分享 馬面人劇場 下回見